泰國曼谷外呂灣君悅酒店傳出涉及毒殺的陸師命案 隨著調查展開 涉案細節陸續曝光 警方指落毒的相信是其中一個死者 懷疑因不堪懼債輕生 毒死其餘5個隱后致盡 涉案6個死者都是越南裔 其中有2個是美國公民 其餘4個都是越南籍 在星期三的新聞發布會 警方表示死者被分配在5個房間 其中4個房間在7樓 1個房間在5樓 屍體就在5樓的房間被發現 而在星期二 有人向酒店叫了食物和茶 在下午2點左右送到房間 由Sereen Chong接收 當時房內只有她一個 一個酒店服務員主動提出幫她斟茶 被她拒絕 這個服務員表示她很少話說 而且明顯處在壓力之下 監控顯示其他人在2點多陸續進入房間 房間沒有打架或者強行進入的跡象 桌上便放滿了6份食物 但全部都沒有動過 而驗屍結果證實 6個死者血液內有氫化物 即是山埃中毒 酒店房內的茶杯和茶壺都有山埃 調查人員亦判定 他們的死亡時間已經達到24小時 至於早前傳出有神秘的第7人同行 調查後發現是其中一個死者的妹妹 她在上星期三已經飛回自己的國家 似乎有不在場證明 根據警方調查 Sereen Chong 和另一個死者擔任中間人 說服另外兩個死者 即是經營越南道路建設公司的夫婦 投資約1000萬泰銖在日本興建醫院 夫婦兩人見投資沒有進展 開始不斷向她要求退款 警方亦懷疑另一個死者也被欺騙投資 順利